太平岛捍卫主权 有人登上了 但是有人却是望倒心叹 我们先来看看呢 登上这个太平岛的渔民 他们是在这个昨天 也就是在航行第六天的晚上 终于抵达 这真的是一波三折 尤其是到最后关头 好不容易争取到靠岸 不料后来是因为船员的脚啊 被引擎给烫伤了 需要有军医治疗 所以才能够意外地登上岛 尤其一抵达就有官兵 新手做的面包当宵夜 而且隔天一早有早餐可吃 甚至还喝到了清甜的太平水 让船长觉得很欣慰 正在25号审夜约11点 三艘由屏东渔民 自发出航户主权的渔船 终于在海军署同意下 听拖在太平岛码头 而且不仅船只顺利后岸 就连渔民们 也统统被引导到码头上吃小夜 大家帐篷在这里 阿宾哥自己亲手做的那个面包 不是我们台湾那个面包店做的哦 真的哦 好吃吗 其中满级圣号的船长陈复胜 聊起前一晚好兴奋 原本以为岛上可能物资贫乏 没想到码头又大又亮 尤其是喝到太平岛上的水 让它直夸 真的好清甜 然后他们的水请我们喝的 真的很甜甜的 虽然原先预计要登岛户主权的 总共是五艘渔船 但其中因为机械问题 导致加顺财号 只能跟船队在返航途中汇合 另外海吉利号 则是因为船上载运人的身份 也只能停在港外约500公尺处 造成五艘渔船里只有三艘是真正航进太平岛的 虽然有点小遗憾 但抵达当晚就由岛上官兵亲手做的面包当宵夜 26号一早指挥官也派车送来皮蛋粥 牛奶 包子和炒青菜 让余命们当早餐 虽然活动范围就只能在码头边 但不但可以散步 还开放他们在岸边拍照 这已经让船长觉得好行为 不能到早餐去走动 这是我们一大的预案 套上我们的国土 我们就演出版力子了 这一趟户主全航程 历经一波好几折 终于争取靠岸 甚至因为船员脚被引擎烫伤 还意外登岛 如今不止说好的太平水 就连太平岛面包船长都能一并带回 要证明登岛成功 记者张春华 张信 屏东报道